選戰焦點 我們先放在桃園的部分 在國民黨的部分 羅志強持續的在桃園行走 五天已經走完了 中立的88個里了 昨天是端午節 他也來立蛋 直播過程出去當中 他告訴大家 這個立蛋還真的是挺困難的 不過他還有一些事情 可能會比立蛋 要再來得更困難 那麼昨天朱立倫 仍在舊金山的喬宴當中 他也講了 他說沒提名的都來罵我 因為主席就是要來挨罵 也點名了這件事情 不過他最後的用意 是要告訴大家 雖然在過程當中 有些紛紛擾擾 但是只要訂了之後 最後一定要團協 還是要來贏 大家比較關心 既然國民黨黨主席 都已經親自點名了 就是張善政 羅志強到底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大家也很想要知道 他說他明天還是會繼續 在桃園的行腳行 不過他這幾天 也考慮了很多事情 大致上有了方向 但我要講說 我想要講的話 基本上我在說過在下個禮拜 我會告訴大家 那會完整的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 細部的地方 我覺得我還要再思考一下 但總而言之就是一句話 我對朱立倫主席已經沒有期待 但是我對張善政的智慧跟他的胸襟格局 我還有期待 所以接下來我的對話的對象 不會是國民黨中央 也不會是朱立倫主席 而是張善政院長 明天我就會告訴大家 我對張善政院長 參選桃園市長 我的建議是什麼 那我也會來告訴大家 我接下來下一步的規劃是什麼 所以請大家再給我一點時間 明天就知道了 所以所有的風風雨雨 或者一切的一些逆境 一些阻礙 然後不妨礙我繼續走桃園 欺負桃園的這個行動 之前無黨籍的立委高金素媒 到羅志強的臉書留言說 週六包縱龍潭界 引發不少網友的按讚分享 稍早也跟當地的民眾 一塊上起了一小段的原住民歌謠 打完招呼問候 那麼再跟羅志強 繼續的行腳行程 好 看完桃園的部分 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發言人白曉英 他告訴大家 先前你們想要看到 感覺就是國民黨 在網內互打 要搶位子搶得很凶 但他在半年前 有聽過一個張湖傳言 如果把這些人放到 來贏的六都黃金陣容的話 包準你嚇死了 好 來看到張湖傳言什麼 台北市長就是由蔣萬安來出征 那麼桃園市長是江啟成 新北市由侯友宜要來拼連任 台中市一樣是盧秀要來拼連任 台南市是由黨主席朱立倫 親自出馬 在高雄的部分 則是趙少康 他說如果這樣的名單一出來 綠營肯定是嚇破膽的 這是白曉英日銜上 趙少康的廣播節目 但是趙少康突然話風一轉 他說我反倒是聽過了 有人說要來拱王金平出來選 高雄市長 很多網友看到 這一個王金平的字 滿兩極的 有人說這是驚喜 到底還是驚嚇 網友直接點名好了 他們點名的 如果川柏 柏公不要的話 沒關係 那葉匡石可以吧 葉匡石他也是曾經是副市長 那麼對於高雄也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如果四川不要的話 那就來個匡石 好 那麼這在高雄的部分 那在台北的部分 三角度 到底陳時中是要來選台北 還是要來選桃園呢 大家對於他的一些疑慮 比方說不管你對於 哪一個市政來講 你對於市政你是熟悉嗎 地方熟悉嗎 還有你的防疫爭議 到現在為止還在延燒當中 還有你的金句也非常的多 郭正亮怎麼講 他說台北市的三強 算平均陳時中要拿下35%的話 那真的是滿不好選的 呂秀琳怎麼講 想選就馬上宣布 把攸關人民健康大權交出來 意思是說不要再坐這邊 再趁熱度了 假借所有各個媒體 來幫你做免費的宣傳 進一步來了解 正應指揮中心 他們的發言真意蠻多 像陳時中部長 要大家說不要再追問 過期疫苗的問題 大家信心喪失了 問題不斷地浮現 所以這是一個政府 特別需要嚴重面對 畢竟已經超過 200多萬人確診 我們不知道真正因此 死亡的人數是多少 但是我們看到年輕的小朋友 即使一位 因為行政程序的誤差 而剝奪他的生命 這都是罪無可訴 何況已經超過19位了 所以我覺得 陳部長你夠辛苦了 請你不要一心兩用 如果你要選舉 早一點太晚了 你最好馬上宣布你要選舉 把這個事關全國的生命健康 這個大權交出來 如果你真的有佛心要救大家 你也要宣布 因為現在台北市跟桃園市的市長 民進黨人權一直都虛偽在等他 這公平嗎 這民主嗎 我希望陳部長過去給你很多的權力 你在行使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些已經超越憲法許可的 那如果你還要繼續擔任這個職務 你趕快宣布 絕不選舉 如果你還想選舉 我請你明天就應該要宣布 待會林佳龍部長他也會過來 你會支持他自選台中市 台北市長嗎 這部分他們還沒跟我談 我就報理 坦白講 以目前兩黨都民主倒退的現象 黨內民主是需要黨內初選的 如果主席可以掌握提名大權 那就是黨內的民主完全停擺 我也要警告我們台灣的民主 因為口罩戴上來 民意傳不出去 我們現在民主已經呈現倒退的現象 這是最大的隱憂 我是目前不介入選舉 但是我看的是大吉 我們抗議模範生是嗎 不好意思在喊了吧 而很想選台北市長的林佳龍 最近是動作頻頻 外界認為他的一頭熱 可能會適得其反 甚至還會出現隆中對決 林佳龍說跟陳時中 兩個人是英雄習英雄 民進黨在台北市 已經有24年沒執政了 這次用徵召的方式 如果人選是陳時中的話 他說他也會全力輔選 平面媒體有說你這樣一頭熱的投入 台北市長選架恐怕會適得其反 那你怎麼看 不會 其實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那就是選舉選選與人 不管是主動被動 大家能夠推出好的人才 來加以討論 讓人民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我們一起來促成 那作為一個民進黨員 我還是希望說 台北市在24年 民進黨都沒有執政 那這一次我們用徵召的方式 來推選最好的人才 那如果是陳時中的話 我也會全力輔選 副總統有講說 如果陳時中部長有意願 想要選的話 明天就應該表態 其實時中部長很辛苦 他在防疫的第一線 我過去在交通部長的時候 也跟他並肩作戰 那他現在全力在做防疫 當然這個防疫工作要做好 民主選舉也要向前走 民進黨有提名的機制 會在最近因為展開徵詢 我相信時中部長 他不管做什麼事情 一定都會做得很好 那我在不同的角色 那現在就是做好準備 有競爭的感覺嗎 有龍中隊嗎 外界說你們是龍中隊 我們是英雄習英雄 其實我跟時中部長 其實認識十幾年了 從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總統政府的時候 我就跟他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我們很有默契 那至於角色的分工 怎麼樣能夠對全民防疫 能夠做好 同時對台北首都的選舉 我們也希望能夠啊 這個來勝選 那我的角色一向如此 就是成功不必載我 但成功一定有我 旺旺水承呢 他是微酸性電子次律酸水跟病毒細菌 作用之後呢 他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持習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 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